被控違反《國安法》的壹傳媒前行政總裁 張劍雄向法庭申請保釋避拒 張劍雄由囚責押送到高等法院 保釋申請由法官李素蘭處理 張劍雄連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前《蘋果日報》副社長陳佩敏 總編輯羅偉光等六個高層 被控全謀勾結外國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張劍雄在6月被捕後還押至今 案件押後到下個月28日再訊